星期五晚上最後一節《人民大道宗》 我們希望用這個時間沉澱一下紛紛擾擾的時事 希望大家想闊一點、想遠一點 直播室今天除了劍和王永之外 還有Brian和梁兆輝 就是大學同盟的總幹事 剛才說到他們為何要搞Pink Dot一點粉紅 就是因為希望除了在一般已經有的同志平權的活動之外 我們有一件事可以把其他盟友或其他人 你平時不關心的都希望大家去關心 我覺得那種是一種接納的精神多過 好過包容這個字 包容這個字可以變成一個政治敏感的字 尤其是容忍 英文的tolerance 就更糟了 我容忍你 我正在忍你 你就要多謝我 但是接納上不同的 是一件對等的事 或者是中性一點的這個詞語 我覺得其實就是在今次今日我們經常都說 你是不是應該包容包容 當我們聽到很多官員說包容這兩個字的時候 其實就很明顯是某一種的 要市民去遵從某一種政治取向的決定 所以其實包容這個字 現在在社會的空間裏面 或者在整個傳媒空間裏面 都變成一個負面的字 是的 但是以前我經常都覺得不是這樣的 例如包容是什麼意思呢 包容就是說 每個人我們尊重每個人的生活的背景不同 因為他一路走路的歷史不同 所以他有一些行為 是他認為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在這個城市生活裏面 是不可以被接納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時間去令到他 去學會怎樣去處理這些人不同的行為 是的 所以我們更加願意用共容這兩個字 更加好 OK 包容就更加好 因為我們今次這個活動 就是Paint Dot 我們更加希望是 其實你看到我們的設計 我們甚至不是將它變成一個集會 不是一個遊行 我們基本上就是在天馬公園 一個大草堆地 就是望著夕陽 望著美麗的香港的海景的景色 然後接著就有Picnic 又有嘉年華 又有攤位 接著有免費的音樂會 明哥阿C C All Star會唱歌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吸納很多非同志來參與 所以這次我們其實不是將它定性為一個 正是為同志的同志活動 所以這次粉紅同盟 和這個大學同盟 我們主辦機構之外 為什麼我們想找小同葵會 就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小同葵會在香港做一個社福機構 它其實提供了很多 無論是同志父母 甚至是同志年青人 很多一些支援和輔導的服務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可以透過他們的參與協辦 令到整件事變得更加真的共用 但是很多人的確圍攻了小同群議會 都很多天 還在圍攻中 是啊 還未完 所以我們在這裏討論 有些什麼協辦機構的時候 並不是看由一個廣告的角度出發 而是說 香港明明可能是一個很普通的支援行為 甚至可能是一個商業的行為 變成了一件政治事件 比如小同群議會現在整件事件 有些人投訴他 都到現在了 你作為主辦單位 你怎麼看的 我想在上個星期的時候 情勢危急 因為我覺得整個圍攻的行動 是很有策劃和組織性 那隻群法 群法都連我作為 不是家長我都收到那些訊息 你明明那個真是厲害 也有一些朋友的家長 我想是上個星期二已經發了一個訊息 叫我留意 因為他收到 是他說的 雖然有關方面就不認 他告訴我 他真的收到明光寫的訊息 又叫他們要小心 就是PingDot 又或者小同群議會 直接叫我 我的朋友叫我要提醒 但你有機會見到 蔡志森跟他面對面談 他是不是到目前為止 他都沒有認 他面對著傳媒 他都不認 他說只不過 純粹share了訊息給大家 就是說 今次小同群議會有份參與 希望大家留意 到底他有沒有加鹽加醋 他好像沒有怎樣承認 那個訊息是叫人小心一點的 對 怎麼會說只是叫人留意這麼簡單 例如我見到梁紹輝 我說你小心點梁紹輝 還有你留意一下梁紹輝 是兩個不同的態度 不過在訊息的時候 你真的聽不到他的語氣 是你小心點 還是你小心 這是兩件事 但anyway 因為前幾天 我們都在另一個電台的場合裏 其實有關主持人都追問他 到底剛剛那個愛爸媽 是不是你們主辦的 就是明光社 他都其實恥口否認 他說我只不過是積極的參與者 但當傳媒已經揭發了幾件事 一就是所謂的主辦單位 就是這個維護家庭基金 那個註冊地址是明光社 那個fact number是明光社 連帶到就是那個愛爸媽的 那個遊行的所謂不反對通知書 申請人明光社 那你都不認 那就是沒辦法的 都不認自己是搞手 只是承認自己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 那我經常都以為 就是教徒應該是行事光明磊落的 不過我覺得這樣 Brian 其實大家去到這個星期五的晚上 都看到他的現在行為是怎樣的 或者我想 我又覺得這麼清楚了 算了吧 因為我想回到小童群益會那邊 其實我會覺得作為一個志願組織 他提供這個同志家長的支援服務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有多少教徒呢? 如果根據香港便纜 天主教教徒三十六萬三 基督教教徒四十八九萬左右 我估計 大概七十幾萬人 根據2012年的人口普查 我們有七百二十萬的香港人 就是大概十個百分之 但是根據我們比較科學的說法 就是這個世界有十個百分之的人 是同性戀者 也有七十幾萬人 所以教徒的利益和關注 和同志的關注應該是對等的 其實在香港的資源分配裡面 如果以人口去統計的話 其實應該是這樣 何止 更加可能中間有重疊的地方 有很多教徒是同性戀者 有很多同性戀者是教徒 所以我覺得在同志支援方面 其實家長是不是都需要學習一下 除了教徒 或者極保守教徒那種 你們去咬直 你們咬直的 我們有後同盟 你只要可以上一些療程咬直 除了這個選擇之外 其實是不是有其他選擇 去給一些非教徒去使用 但是現在教徒就好像使用 某一種可能比較 你小心點 或者你小心點他們 那種廣傳式的信息散布 其實我覺得是幾令人痛心的一個行為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不是上帝治港的 我們是有一套很完整的程序 去法理 以至乎有一些制度去保護 各個不同的宗教利益的人 我想 我很深印象就是 我三、四年前 多謝小童群議會的幫忙 真的可以做了一次家訪 帶了他們其中一個兒子 上去探望他媽媽 跟他們談了 你知道我們電台訪問的 短期上來就是十幾二十分鐘就做完了 那次在他家討論了兩個小時 當然出不了兩個小時 但是我想有一句我最記得的是 其實兒子是由始至終都很泰然的 他接受到自己 整件事呢 小童群議會在性向無限這個服務 幫個家長是多於幫到兒子的 性向無限 先說清楚 性向無限 因為我也去過他們的家長組 我只能看著一些家長分享的時候 聲淚俱下 是呀 由原先來到的時候 他只能覺得 初初他加入家長組 覺得自己是不是自己做錯事呢 我做爸爸我做媽媽 做得不夠稱職 搞到兒子這樣 甚至有個媽媽 他只能說 我一開始覺得 我寧願我兒子 是黑社會 也不寧願他是亂 你想想 可以反映到大眾 或者可能上一代 對於同性戀 那種誤解 還有仇恨之心就去到哪 但是透過這個家長組 你看到家長開始 開始改變 對於同性戀 多一些的認識 接納自己的兒子之外 甚至他開始參與一些平權工作 那你就可以明白到 其實小童群議會在過去幾年 持之以行 搞這個性向無限 甚至家長組的支援 其實真的很難得 所以我們見到這次有個別的壓力團體 他正是圍攻到小童群議會去到的地步 甚至呼籲各區的家長 不要參與所有 不只是性向無限 是所有小童群議會的任何活動的時候 我正是覺得 那些手段 實在是太過分了 我當然很支持小童群議會做這件事 我亦都想說 其實社會的壓力 如果你很抽離地看 只看聖經上的字 其實你真是不入世 不知道有世界做甚麼 我不知道講完以下這個例子 基督徒會怎麼說 但你想想聖經裡面 耶穌怎麼來 耶穌是說馬利亞生的 馬利亞當時沒有跟他的伴侶 應該沒有發生性行為 因為她是Virgin Mary 如果你想想當時的社會背景 有個女孩 不知道甚麼原因 就戴了一套 你猜那些法利賽人會怎樣遺答她 用鞋子扔死她 你想想 聖經不會寫那些 那些就是我們現在這些人要看 其實她是怎樣捱過那段日子 而她是令到基督可以誕生 當然有人會說 你用錯的比喻平衡 我不是想說這件事 我是想說任何時代的任何人 都會有社會壓力 任何人都有機會被人誤解 任何人都有機會被人不接納 但是亦都要有一點去撐住 去令到多些人接納 這個其實反過來 是聖經裏面教的東西 我不明白為何他們 調轉了這件事 現在是施壓的一個 我最不明白這點 所以你現在感覺的壓力是怎樣 還是你都很太熱 我想平權路我們預計 都一定是風雨飄搖 但是我覺得在這麼短的 一個多星期裏面 掀起這麼多的反應 你就見到 其實原來真的很多工作要做 以往我們以為 香港是一個相當文明的社會 這麼多公眾人物出了季之後 你都見到普遍的迴響都挺好 但是當一些各別的壓力團體 牽動了一些家長的恐懼和情緒的時候 你就發覺原來社會裏面那些恐童意識 現在就撲了臉 其實是很可怕的 去到的地步 你覺得其實越多人走出來反童 你就更加證明這個社會 其實那個恐童情意結去到哪裏 更加印證到就是那個 反性傾向歧視法 就是那個立法的必須 還有我見到這麼多一些 反童的聲音 有些又說不行 一定要維護所謂一夫一妻 不可以有同志婚姻 你就見到其實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有個觀念就是覺得 一定要推倒別人的權利 你才可以保障自己的權利 不是的 就算 其實這次我們拼搭 完全沒有想過 要去推動同志婚姻這個議題 要推的話 我們在其他的場合 其他的campaign 其他的event 但是就算真是今時今日 我們要講同志婚姻也好 為什麼大家覺得 同志婚姻就會推倒你的一夫一妻 其實你可以繼續維護你的一夫一妻 就算同志可以結婚 不是等於你不可以用一夫一妻的權利 去組織你的家庭 為什麼你要去剝奪人 對組織家庭的權利 來維護你自己 一向都享有那個自由呢 我是覺得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這樣看的話 我們星期五晚 如果給一個結論 一個總結香港人 就是你看完這麼多這些 關於孔童的訊息也好 維護家庭的訊息也好 話小同群醫會的訊息也好 或者好像我們現在在講一些 可能同性戀者的一些意見 和自白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香港人是可以 怎樣對待這件事呢 或者他應該以後 如果真的要學精一點的話 他們可以怎樣做 大家應該要反省一下 我想大家要想一想 其實你想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我們都很怕在今時今日 會不會只有一套的價值 可以壟斷所有人活的權利 那個其實都包括所謂 大家愛的自由 言論的自由 也都包括所謂宗教的自由 但講到宗教的自由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要記住就是說 原來宗教的自由 不是一種宗教的自由 如果你維繫得基督教的宗教自由和權利的時候 與此同時 你都要去維繫另外一些人的權利 不信的權利 信伊斯蘭教的權利 信佛教的權利 信無神論的權利 還有石黑教 很多的 這個才是一個多元共融的社會 你能夠融自己的時候 你就要融別人 這個世界才夠大 愛才夠大 不好意思 又要借這個機會來宣傳大愛 其實中國人對兼愛的概念 應該是比較容易明白的 我們始終是一個較為群體的社會 愛國人就是比較獨立性的社會 我不知道為什麼香港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現在越來越小器 如果你說大愛 我就說小器 現在我們無論在哪個場合都很小器 立法會也很小器 政府也很小器 大企業也很小器 每一個人都越來越小器 我們是不是一個城市 要越逼越小器呢 大家只看自己眼前那一點就夠了 那不是 因為那一點原來是由二千個人組成 後來變成二萬個人 後來變成很多點 在這個地球上慢慢越來越大 老實說 整個地球都是宇宙的一點 整個香港都是地道的一點 還有有時候我覺得 不在乎人數的多寡 譬如剛剛過去了愛我爸的活動 整個二萬幾三萬人聽說的數據 但是我覺得其實裡面 很美麗地出現了一點 那一點是什麼 只有六七個人 就是這個大專撐同志 幾位大學生 就拿著自己的牌 每一張牌寫著不同 就是組織家庭的權利 他們的主題就是叫做人人有家 上面每個學生就拿著一個牌 一個寫著孤兒都有家 單身家庭有家 跨性人士有家 沒有下一代不育的家庭 都可以有家的權利 那我反而覺得 即是他六七個 相對於那幾萬個 我覺得越少人 他們越悲壯 越令人覺得是動用的 其實有時候就是 小數就算我們就是 細菇力藥都好 如果我們相信那套價值 是值得傳揚下去的話 不在乎人數的多寡 不過建築和我有個想法 我們其實在某程度上都恐童 我們很害怕香港每一個人都一樣 即每一個東西都相同 每一個商場都一樣 每一個人的想法都一樣 希望我們能夠 今次見到 恐相同 是的 恐相同 說得清楚一點點 我希望由那種恐童 想到是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每個人 一識一樣 那樣東西就是最好呢 還是其實香港正正是一個地方 可以接納到每個人都不同 我想那樣東西是很重要的 是的 正如今天我們的流動車 就是這個銅鑼灣 假如我們有朝一日 所有銅鑼灣的商場都變了藥房的話 其實都很可怕 謝謝你 梁兆輝 希望下次見到你的時候 我們說一些開心點的事 我們經常見的 不要裝得好像很不熟 好 謝謝 多謝各位 謝謝